我的妈 我就知道天一热就得玩玩 这X草都长这么高了 水都成这样了 我这里面养的东西还能活不 还活个鬼活 其他的不知道 反正这个螃蟹已经入味了 水都臭了 弄出来全部翻缸 在压的这里面没有过滤是真不行 这次我估计里面应该啥都不回事 你看 螃蟹壳 螃蟹爪子 这是尴尬的 还没来玩 这个龙虾还活 龙虾还活的 鼻声都是脏 都脏早了都 之前里面养那么多鱼 现在一条鱼都看不着了目前 你要说没有吧 这水咬完过以后出来一群 干到一条麦穗 这麦穗都长得标肥体壮的 本来麦穗是放在里面 和那个其他鱼放在里面 给螃蟹当食物的 现在鱼还活着 螃蟹反而没了 到处都是 螃蟹的残肢断壁 发现一个幸存者 就看着它一个 往这里看 这条青江是真牛 它已经算是多少元老了 每次翻钢它都在 先往里补水 补完水咱们再扩充 好了我就补 上次咱们放进去的是这种 这个是咱们平常吃的叫做 大蟹吧 它的生命力好像不够顽强 这玩意儿生命力可顽强了 这是螃蟹 哎呀 差点夹着我 没搞多 就三个 下次多弄点 然后我得尽快给这里加一个过滤 什么猪板箱加一个 不行这水搞不了 我考虑了一下 反正咱们这个露台的空间比较大 是吧 不行咱们在这个露台上建一个 沼泽山带岗怎么样 到时候想养啥养啥 你们认为呢